11月14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呈专机离开北京 应邀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 陪同出访的有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王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 各位观众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努拉莱伊国际机场 2022年11月14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呈专机抵达这里 将出席15号至16号 在巴厘岛举行的 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 这是20大胜利召开后 中国最高领导人 首次出席多边峰会 将继续为解决 全球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提供中国方案 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又开启了新的篇章 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 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部长卢胡特 巴黎省省长考斯特等高级官员 在机场热情迎接 礼宾分裂红地毯两侧致敬 身着民族服装的当地青年 演奏起印尼传统乐器 加美 盛装印尼女青年 造起巴厘岛传统乐器 当地学生挥舞中国和印尼两国国旗 用中文欢呼 欢迎 欢迎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 也到机场攻击 习近平夫妇从机场 赴下下半变的沿途道路流行 许多当地民众自发聚拢起来 挥舞两国国旗 对中国国家主席到访 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谢谢